- 嗨,大家好,我是嘉瑜 - 我是亚群 - 我是思杰 - 诶,今天又度过了 - 度过了,痛苦 - 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出来 - 但我们现在就是蛮无力的 - 无力 - 对,因为通常我们会在礼拜二的下午录音 - 但是因为礼拜二放假的关系 - 我们现在是礼拜三一早九点半聚集在这边录音 - 九点半 - 真的好想死哦 - 这个早是早过我们平常上班的早 - 还是我们现在就放片尾去啊 - 就默默的飞到 - 下方咯 - 耶 - 好了好了,回来,今天聊什么 -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的主题是 - 我的婚礼要放这些歌 - 耶 - 耶 - 好,刚好 - 没有振奋感 - 超不明白 - 哎呦,没办法,因为实在太累了 - 嘉瑜,我真的认真觉得 - 你的婚礼应该开场就先放我们podcast来开场 - 哈,谁要放这个啊 - 很棒吧 - 有什么毛病啊 - 然后还进去的时候问 - 大家好,我是嘉瑜 - 没有,我之前参加那个曾喀朗的婚礼 - 就是反正一个很厉害的podcaster - 然后他们的婚礼现场就有直接录一集 - 对,但他们毕竟是很厉害的podcaster - 我想我个人的生命认同 - 还有在别的地方 - 生命认同 - 有一些更大的组成 - 你可以现场插花,也是可以 - 对,然后蛮有趣的 - 因为其实昨天刚好看到一篇贴文转出来 - 它是说当你参加别人婚礼的时候 - 你都在想什么 - 哦,我看到那个 - 超好笑 - 然后下面的留言就是说 - 在想等一下上来的是红薰米糕 - 还是虾米的米糕 - 炸汤有什么时候上的 - 全部都是吃的 - 然后我就想说天哪,对,没错 - 因为我每一次参加大家的婚礼 - 因为你都是到了现场 - 你才知道菜单是什么 - 对,然后我就立刻看 - 菜单有没有花好月圆 - 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- 我简直可以说是为了吃炸红白汤圆 - 才去参加婚礼 - 因为这出现几率很高啊 - 对,可是有时候还是会没有 - 你就会觉得说 - 诶,没有炸红白汤圆 - 你跟人家结什么婚啊 - 怎么会没有 - 对啊,就是你怎么可以放弃这个 - 所有东西都可以放弃吧 - 但老实说我觉得大家对于菜的要求 - 比想像中高 - 因为我本来觉得说 - 因为我们只是为了去吃饭才去的 - 你因为大家真的想参加大家的婚礼吗 - 好难过,佳米 - 可是参加过我的婚礼的 - 对,但是我们只care就是吃的东西 - 而且我们每次结束之后都会交流一下说 - 那个餐厅好不好吃 - 而且应该是说 - 我们从确定婚礼的会场的时候 - 就会开始问朋友了 - 诶,这家你有吃过吗 - 这家好吃吗 - 对,然后有时候听到就是 - 你之前吃过然后觉得没那么好吃 - 你就哦,那家 - 对,对 - 然后就很抗拒要不要去 - 而且有一些是它有一点贵 - 但又不太好吃 - 就是啊,这家一定要包到 - 要包那么高 - 但是你又知道不能享受 - 那我们就想说,啊,其实出乎意料 - 中南部就是有时候会请在一些海鲜餐厅 - 或是板斗,那菜都超好 - 就是应该开放大家私讯询问 - 嘉宇跟四姐的小本本 - 就是到底哪些餐厅 - 值得对 - 你已经有小本本了吗 - 我不至于叫小本本 - 但是好像有吃过一些 - 觉得不是怎么样的 - 婚姻很蟑螂耶 - 我有付钱,我他妈有付钱 - 而且现在有些人都不送饼 - 就算你是那个女方亲友 - 还是没有饼 - 对 - 遥想起,我曾经参加过某个朋友的婚礼 - 就是不用包红包 - 而且人人都有饼 - 我觉得简直太棒 - 我想再多参加 - 我遇过最狂的是 - 他是台北人 - 但他办在那个韩币楼 - 就是日月潭韩币楼 - 然后不用包礼 - 如果是你要提前去的话 - 他包住宿 - 太战了吧 - 那哪样提前去啊 - 什么样的朋友 - 我觉得这仅次于就是包机 - 免费送你去冲绳 - 对,我之前去冲绳是自己去的 - 因为韩币楼也够远了其实 - 说不定没有比日本方便 - 欸我觉得韩币楼可能比冲绳还远 - 应该有 - 因为冲绳飞过去才一个半小时 - 交通一答性真的不高 -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 - 其实路人 - 或者是说我们看婚礼这件事情 - 其实care的点非常多 - 好不浅了 - 还好吧 - 我们又不是婚礼当事人 - 我们当然只能care这种无关紧要的地方 - 对不然我们又care什么呢 - 我之前还有参加过一场婚礼 - 就是不是婚礼通常 - 现在都会放一些成长影片吗 - 对对对对 - 因为有时候我跟 - 比如说新郎或是新娘 - 我朋友 - 我已经有够不熟了 - 然后还要再看一半是我真的不认识的人的成长影片 - 但这样就算了 - 会有点无感啊 - 我还看过他爸妈的成长影片 - 很多啊 - 通常第二段都会是讲爸妈 - 不是是他爸妈从小到大的故事 - 他爸妈怎么会相遇的故事 - 其实追本作源 - 我真的要下风 - 因为他们就说 - 他想要给妈妈一个婚礼 - 因为他们觉得妈妈少了一个婚礼这样 - 可是我觉得那本来就是给 - 就是care这件事情的人看啊 - 对 - 但我只想赶快吃 - 因为我怕等一下菜凉掉 - 不是因为他们的感情凉不凉掉 - 不是我那个控制 - 但是菜凉不凉掉 - 我是个人蛮care的 - 我也很希望自己可以做到菜不要凉掉 - 对 - 讲了那么多婚礼这件事情啊 - 就是其实除了吃的东西以外 - 我后来参加婚礼 - 可能是因为后来 - 我真的自己比较熟的朋友开始结婚 - 那我自己比较熟的朋友 - 开始会care婚礼上放什么歌 - 哦 歌哦 为什么 - 我不太确定 - 但因为以前我没有什么印象 - 就是那些歌就是可能一些百搭金曲 - 你知道就是会一直听到一些 - 对 - 尤其进场曲啊 - 就来来续续大家都用那几首 - 就有时候有点无聊 - 因为有时候你自己不挑 - 其实婚宴会场会帮你准备 - 对 - 就你去想要做的事情 - 他们都会帮你准备 - 除了可能没有办法帮你生一个人出来以外 - 我不需要说这有点差题 - 但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 - 还是尽量找朋友帮你主持 - 或者是朋友搭 - 他就是私意去帮你主持 - 因为如果全部都在婚宴现场的那个饭店的人的话 - 他们就会讲一大堆 - 现在来看幸福影片 - 来举起你的幸福酒杯 - 就是 - 走上这个幸福之路 - 哇 - 我就 - 我就怎么办 - 他还为你们客吃话吗 - 他只是在工作而已 - 因为他 - 因为他真的就没有代入感 - 他有重力感的 - 他有重力感的 - 他就是众多客人之一这样子 - 对 - 因为我妹自己是做婚宴业务的 - 对 - 然后她就说她真的觉得很烦 - 因为所有的人都以为自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 - 都以为只有这一次 - 但对他来说 - 他每一天有很多场 - 没错 - 对 他就会遇到非常多很疯的新人 - 就是大闹现场 - 但是都会觉得说 - 这是我很重要的一天 - 然后就哭 - 然后就非常傻眼 - 然后他就会非常傻眼 - 但他觉得说 - 这只是一个工作 - 对我来说 - 请不要这样情绪勒索我 - 对 然后总之就是 - 我其实还是有听过蛮多很荒谬的 - 其实我曾经在婚礼的现场 - 听过 - 听过 - We don't talk anymore - We don't talk anymore - 他可能只是喜欢这首歌而已啊 - 对 然后他们两个就进场 - 然后我想说 - 他们有看过歌词吗 - 他可能不care啊 - 这可以吗 - 这可能就是他们两个最喜欢的歌手啊 - 干嘛这样子 - 再也不需要讲话 - 他们已经心灵相通了 - 就是他们不像以前那样 - 真的没问题吗 - OK 好吧 - 你说他们已经开始变成 - 就是最高品质的爱了 - 最高品质的精俏俏 - 对 - 对 - 对 然后我之前还有参加过一个朋友的婚礼 - 然后我是后来才知道说 - 他是跟他老婆各选一半的歌 - 然后交错的方 - 那事前有听过对方的歌吗 - 还是现场就直接开拍这样 - 我不知道 -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听过对方的歌 - 我觉得应该有 - 但是对我来说就觉得很冲击 - 也很好笑 - 就不大搭吗还是怎么样 - 因为就会突然在一些很 - 为什么很好笑 - 因为会突然在一些非常优美的西洋情歌后面 - 突然出现很劲爆的台语歌曲 - 然后我就想 - 啊 啊 这边一定是- 这个是谁选的 - 这一定是君哥选的 - 这一定是君哥选的 - 哦 是他 是他的 没错没错 - 所以是硬要交错就对 - 不是说是一啪 - 对对对对 - 他们是交错的方 - 超级棒啊 - 所以就是这个情绪 - 就会非常的跳通 - 但是就觉得很可爱 - 因为他们给我的印象就是那样子 - 就包含他们的整个字词也是 - 因为音乐真的蛮传达 - 个人偏好就是个人特色啊等等 - 对就是你可以感觉出来 - 为什么会听出他这样 - 然后我另外一对朋友结婚也是 - 他们在原本的那个Google表单里面 - 就做了一个 - 就有没有什么歌曲是你希望我们在现场放的 - 啊 调查啊 - 对他有说就是 - 因为他觉得说音乐是可以带动现场那个气氛 - 所以他也有 - 有一种尊重宾客的意见这样 - 也没有他只是觉得说 - 那你如果想听什么歌 - 我们现场会放给你听 - 他会把它编进去 - 就是一个DJ的概念 - 对对对对对 - 然后反正我也投稿 - 然后现场听到的时候真的觉得是蛮感动 - 然后他们的歌单就是真的 - 蛮用心的 - 因为那个男生是本身会在网路上写音乐的心得 - 评论的那种 - 像小乐瓶这样子 - 对对对 - 可是他也是说有很多歌他想放进去 - 他觉得很好听 - 但是考量到 - 就是考量到整个社会性的部分 - 他就没有放 - 他说他那时候超想要放 - 不如麦西塞 - 他就觉得哦好好听 - 这应该不是考虑社会分为考虑 - 他太太的那个感觉吗 - 主要是他太太应该无所谓 - 可是因为长辈会在 - 然后他就觉得长辈可能没办法理解 - 这里面那个弯弯曲曲的一些小心得 - 然后他就还有很多歌是 - 应该是因为夕阳歌的关系 - 他里面有一段是很像吹号角 - 然后会非常像洗手米 - 所以他后来想了很久 - 就也是拿掉 - 就是还是要顾虑一下宾客 - 对 所以后来他就有一些歌 - 我没有拿掉成为他的衣柱 - 我还没有顾虑宾客的 - 那你还记得你放了什么歌吗 - 我应该全部都还记得 - 不是每一首啊 - 但我知道说我当时选取的逻辑 - 因为我们三个人结过婚 - 所以我的歌是真的当时放出来的歌这样 - 你有印象吗 - 没有啊 - 你只会这样吃了 - 我比较有印象的还是你头戴着的马桶盖出场 - 对 - 这个非常有印象 - 就是我的 - 因为婚礼通常会分一镜跟二镜嘛 - 一镜就是所谓的穿着那个婚纱进场的那一段 - 然后通常大家最关键就是选那一首歌 - 我那首选的是真爱每一天这部电影里面的他们的进场曲 - 因为很多人比较熟他们的歌是什么 -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- 那首歌吗 - 然后我选了 - 尤曼斗 - 尤曼斗是一首意大利文歌 - 然后他的 - 在那个电影里面的典故就是他爸爸很喜欢这首歌 - 然后他用录音机放了这首歌 - 然后让他们就是进场这样子 - 然后因为这部电影应该算是我跟我老婆最爱的电影的前几部这样 - 所以我们就选了他的进场曲当我们的进场曲这样 - 然后他歌其实蛮可爱的 - 因为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的歌 - 就超级没有流行音乐的那个feel - 所以其实我觉得也还蛮像我们两个那个音乐的品味 - 其实都怪怪的这样子 - 你们当初歌单是两个人一起讨论出来 - 一起讨论 - 一起讨论 - 那最后放进去的歌比较多是你提出来还是终于提出来的 - 比较多是我 - 因为分工上他把这件事情交给我 - 原来如此 - 但他会看这样子 - 你是说他每周会review你的进度 - 对 因为我被分配的工作非常之少 - 歌单是很少数我被分配到的工作 - 对 因为我记得终于非常憧憬婚礼 - 他甚至好像在还没有男朋友还是 - 还没有男朋友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好大部分的东西 - 对 他就已经加入了那个什么get married版之类的 - 就是PTT的婚礼版婚姻版 - 他在还没有男朋友的时候已经查完他心密要哪些 -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蛮值得先准备的 - 因为听说这些热门的东西都是要半年以上预约 - 差不多要一年 - 对 更热门可能要一年 - 因为其实能结婚的日子就那些而已 - 所以就会必须要提前准备 - 然后我觉得歌单算是可以慢慢准备的东西 - 就是你看到觉得喜欢的就可以先收起来 - 它就是你平时的累积啊 - 都是你生命的养分 - 生命的养分 - 那如果讲到进场曲 - 你们两个想要用哪一首 - 我好像还没有很细的去想说到底会有什么一镜二镜 - 哇 师姐一直好像睡不觉了用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- 不如师姐再办一次 - 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一首了 - 今婚的时候 - 都可以啊 - 或是止婚 - 那时候应该是一千三百集了吧 - 天呐真的很可怕 - 还在录的话 - 还在录 - 真的会很吓人 - 一些像司马中原在讲故事 - 还营收开 - 如果是那样的话 - 其实应该蛮受欢迎的 - 哇 很长青欸 - 那时候现在开始做这个 - 以这个为挑战 - 就是我们要成为最长青的Podcast - 最长青的Podcast - 那时候还有Podcast - 你说Podcast是借了亲戚不计较 - 对对对对 - 你是说到他们就会说 - 你知道这一次的廉价 - 你总共可以听 - 就是整个 - 只要有人听就好 - 听两轮 - 你就用这个变成一个衡量的尺度 - 就跟亲戚不计较一样 - 会变成跟吴姐姐说历史故事一样 - 希望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童年了 - 来回到进场音乐啦 - 对回到进场音乐 - 我不知道 - 但是思杰的第一首歌是这个 - 那因为我们今天每一个人 - 应该都选了大概四五首歌 - 来讲一下 - 所以如果我们有婚礼的话 - 我们想要在婚礼上放这些音乐 - 那亚群你有想好的歌曲吗 - 直接cue到我吗 - 当然啦 - 超级难 - 我一直跟他们说 - 在录这一集对我来说 - 真的非常难 - 因为真的很难 - 亚群之前没有想象过自己的婚礼 - 完全没有想象 - 我在准备这一集之前 - 真的完全没有想象过 - 婚礼跟婚礼要放什么歌 - 倒是告别式的歌单 - 我已经准备好了 - 还是已经放告别式的歌单 - 差不多嘛 - 就放错也没有人 - 都没有人会发现 - 都是一些告别生命 - 某些过去的场合 - 嘉宇有选好吗 - 进场的歌 - 我没有分得很细 - 但是我有一首歌 - 是我第一次听到 - 我就觉得 - 哇 我以后婚礼要放这一首歌 - 哪一首 - 翘妞的死亡计程车 - 这是哪一首歌 - I'll follow you into the dark - 黑暗中跳舞的概念 - 不是 它是指说 - 有一天你会死 - 但我会跟着你一起去 - 这在 - 我觉得很棒 - 我超喜欢这首歌 - 非常浪漫 - 我有点忘记 - 我是在什么地方 - 听到这首歌 - 可能是在电影里面 - 然后我后来又有 - 恐怖片吗还是 - 应该不是 - 我不确定在哪里 - 然后后来我有搜寻 - 就去YouTube找 - 然后有找到这一首歌的 - 那个主唱 - 自己拿着吉他独唱的版本 - 然后我蛮喜欢的 - 然后你更喜欢这一个 - 这首歌 - 我很喜欢它的歌词 - 是因为它说 - Love of mine - 就是无碍嘛 - 就是有一天就是 - 你会死亡 - 但不用太担心 - 因为我会跟随着你 - 对 - 然后我很喜欢这首歌 - 它就是讲到说那种 - 也是有一点像是 - 至死不渝的感觉 - 然后这首歌 - 是我第一次听的时候 - 我就觉得 - 如果之后要结婚 - 这就是我想要放进婚礼的歌 - 这个放告别诗也是蛮适合的 - 这个也蛮棒的 - 可是我个人的吗 - 那可以放对方的告别诗吗 - 亚�群 - 我可以把这个 - 麦克风交回给亚群 - 对 就是 - 你有想要选什么歌 - 那我没有选什么 - 特别进场的歌 - 我就按照我 - 因为这个主题 - 这个来说真的超爆难的 - 我就 - 可是我在准备的时候 - 我就想到的 - 第一首是Muse的Unintended - 不知道你们有听过 - MUSE这个乐团 - 应该稍微有听过 - 听过 - 但这首歌不熟 - Unintended是他很 - 应该算是很早期的 - 一首歌 - 然后我那天 - 突然想到这首的时候 - 都觉得很开心 - 哎呀 - 我想到这首了 - 想到这首啦 - 因为他的歌词也是很浪漫 - 就是 - 你可能会是我一个 - 意外的选择 - You could be my unintended choice - I'll be there as soon as I can - 从你以后就是 - 我会尽快赶到你身边 - 即使同时 - 我还在弥补 - 我自己身上的伤痛 - 类似是这样的歌词 - 这首歌我认识的时候 - 应该是才高中 - 高二高三的时候 - 所以对我来说 - 这首歌是浪漫的象征 - 就是那时候刚开始 - 坦认真的恋爱吧 - 然后就突然想这首歌 - 就觉得它很棒 - 我们会放在歌单里面 - 推荐大家去听 - 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- 就有很喜欢它吗 - 非常喜欢 - 而且我觉得很 - 因为它其实蛮 - 有一点点凄美的感觉 - 就蛮感人的 - 对 - 然后它其实是在 - 他们在演唱会上 - 唱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美 - 非常非常好听 - Mews算是蛮有名 - 但是我猜应该是很多歌 - 我们有听过 - 不过不见得会知道说 - 是他们这一团的音乐 - 对 - 算是一个大音谣团吧 - 大音谣 - 对 我大音谣团啦 - 我大音谣 - 那思杰的第二首歌是什么 - 第二首歌 - 其实就是刚刚嘉瑜讲说 - 你对我的婚礼有一个小印象是 - 我在二镜的时候 - 带着马桶盖进场 - 对 - 到底为什么 - 这个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- 通常二镜就是 - 有几种路线啊 - 但通常有一种路线是谢亲恩 - 谢亲恩就是那个进场 - 我的妈呀 - 要送对方的爸爸妈妈 - 就是感谢你的礼物 - 我们是很认真在想这件事情 - 就是我们是真的送 - 就是他们要的东西 - 然后他爸爸想要免治马桶 - 所以我们就真的送免治马桶 - 然后我爸妈就是想要新的相机 - 他就送我爸妈新的相机 - 大概是这样的故事 - 然后我们就拿着那个免治马桶 - 要进场 - 不只是拿着 - 不只是拿着 - 然后终于就问我说 - 拿着拿着拿着 - 你要不要带着啊 - 然后我就把桶套在头上 - 这个是你现场极息发挥的吗 - 这是没有 - 本来没有特别讲要干嘛 - 就本来只是要拿着进场了 - 因为光是拿着免治马桶进场 - 其实就已经蛮北蓝了 - 但终于我说拿着拿着 - 不就带着吧 - 他说的很有道理 - 我就带着了 - 然后那个二镜 - 因为就是比较欢乐的二镜 - 所以就是我放的歌是 - 也没有排舞啊 - 反正就是随便扭一扭就进场这样 - 反正就是一个很开心的场合这样 - 反正就是一个很开心的场合这样 - 哦对 -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婚礼 - 一向都有一种很强烈的温度差 - 是吗 - 就是新郎跟新娘 - 他们可能就是很投入啊 - 或者是他们的一些爸妈很投入 - 但是其实下面的都在狂吃不已 - 不只是我 - 因为我真的也有曾经看过 - 我觉得还是看哪一个吧 - 我参加过很多气氛都真的超好的 - 很大的关系跟你邀的人 - 到底跟你手不手有关 - 场子越大就越会有这个状况 - 因为反正就是很多你就是 - 单纯就是邀他来而已 - 但是场子不大 - 其实通常气氛都蛮好的 - 这个 - 但这好像是我对 - 就是婚礼少少的想象面的唯一要求 - 就我希望大家参与度高一点 - 很合理吧 - 你就不要邀太多就可以啊 - 对 我应该邀非常少 - 毕竟我也不是很多朋友 - 但就是希望大家听到歌的时候 - 都可以起来 - 不要要太多太老辈的亲戚 - 因为那种都是你爸妈熟的不是你熟的 - 我突然想到之前还听说有朋友 - 应该是南方的亲友 - 反正就是因为是军人们 - 所以他们就是以那种 - 训化的方式轮流发言 - 然后最后还突然的现场 - 就是拉红布条合照 - 这也蛮可爱的啊 - 就很有他的特色吧 - 没有 新娘的脸已经僵到就是不行了 - 通常这种不会跟开办吧 - 新娘要气风啊 - 对 可是没有办法 - 大家就是合在一起办 - 但因为我觉得就是 - 这种就是很难跟长辈沟通 - 但是本来就好像还是比预期的 - 更脱稿演出 - 所以新娘的脸就非常僵 - 好惨 - 就他们都会以为一生只有一次 - 所以真的会很生气 - 对 不要骚 - 你以为啊 - 你以为啊 - 还有参加过一种一次婚礼是 - 它的场地非常烂 - 它是一个 - 它有分室内跟室外的场地 - 那基本上 - 一些重要的仪式会在室内的舞台进行 - 所以在室外的我 - 根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- 而且他们离我的距离真的非常遥远 - 到我那时候说 - 哇这个 - 你跟我说是谁结婚我都会相信 - 就是这么远 - 这么大场的婚礼吗 - 因为它的舞台设计的很糟 - 哦 - 室外甚至必须隔着一个游泳池 - 这基本上就是贺哲补习班的后面的人 - 对 就是我会觉得 - 可以看萤幕这样 - 我可能需要带望远进来 - 我才能够知道前面发布了什么 - 你买的是八百块的票 - 对啊 这应该不是特别熟的朋友吧 - 这就是大学同学 - 他可能很喜欢那边的场景 - 但是因为他请的人比较多 - 所以就会有人被摆放在一些 - 真的很像机灵地的地方 - 好吧 那也没办法 - 就是觉得OK - 我的第二首歌 - 这其实第二首歌之后 - 就会有一点难选 - 因为就是除了 - 刚刚讲那个俏妞死亡计程车 - 是我一听到我就觉得 - 哇 我一定要放到我的歌单里面 - 但是其他的歌就比较像是 - 我现在如果去想的话 - 我会跳出来 - 但可能到时候又有些 - 不一样的故事之类的 - 应该不会啦 - 除非就是这首歌发生了什么事情 - 就比如说他的主唱偷吃这种 - 我觉得可能不会想放 - 但是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- 这首歌是我曾经参加过 - 我学妹的婚礼 - 在她们的婚礼现场听到 - 这首歌是 - 马凯悠的养我一辈子 - 我觉得其实太棒了 - 养我一辈子 - 我甚至想在我进场的时候 - 放这首歌 - 其实蛮值得在心上楼放 - 它是一放桃子的十根 - 而且这个一放 - 整个场子就热起来了 - 这个好热 - 这简直热到不行 - 它不是恋爱的歌曲 - 它其实的副歌是说 - 明明是青蛙却又装成王子 - 还不知羞耻夸口 - 说要养我一辈子 - 养我一辈子 - 养我一辈子 - 超可爱 - 我记得那个时候 - 应该也是她们的主要的进场 - 然后一进来就听到这首歌 - 我真的快要笑疯 - 然后我就立刻 - 我当天就发了一则限动说 - 超级棒的 - 我的婚礼歌曲加一 - 一定要放这首歌 - 真的很棒 - 好想赶快就是 - 可以放这首歌 - 赶快结婚吗 - 赶快找到有一个 - 可以养我一辈子的人 - 但是真的欸 - 就是我觉得婚礼 - 其实结婚还好 - 宁愿选 - 你觉得听完很有感觉的 - 她不一定要感动 - 她也可以是 - 你知道很勾起你的记忆 - 所以我在选的时候很难选 - 因为我就觉得 - 应该还是得跟结婚对象 - 讨论一下 - 遇到什么有点关系 - 对对对 - 而且其实我也是很想选 - 像这种养我一辈子 - 这种风格的歌 - 但我都会一直往一些 - 就是很抒情很浪漫 - 因为如果是我自己选的话 - 都会一直往那边偏 - 但我觉得真的 - 到我结婚那天 - 应该还是会选一些 - 这种类型的歌 - 不一定要 - 也许她就会选那些歌 - 她也许她就会选那些歌 - 爱你一万年之类的 - 我本来也要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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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你一万年之类的 - 我觉得很赞欸 - 或者是 - 如果她坚持全场都要放她自己 - 本人的cover - 你OK吗 - 可是她唱得很难听 - 很难听可能不行 - 你会阻止她吗 - 废话 - 婚礼只有一倍 - 只有一次而已 - 可是她说我想要唱歌给你听 - 那你可以唱 - 你不用全场放出来吗 - 她想要唱 - 对大家展现她对你的爱 - 那好啦 - 给你五分钟的时间 - 这样五分钟的时间 - 很难听欸 - 然后你就巴她 - 让她下台 - 我真的有听过就是婚礼 - 然后新郎唱了自创曲 - 我本来一听到说 - 哇 干我这个环节 - 一定尬老婆的 - 结果意外的剑还不错 - 应该是 - 其实通常还OK吧 - 如果我认识的朋友 - 如果自己在 - 有可能是我的朋友啊 - 就他们婚礼 - 其实都蛮常 - 自己准备这场表演的 - 对 - 然后都还蛮好听 - 应该是都还蛮好听的 - 我前一阵 - 我最近参加的一场婚礼 - 是新郎跟他的伴郎们 - 上台热舞 - 那如果真的会跳的话 - 应该还蛮好看的吧 - 就是有一些人下了苦功的痕迹 - OK - 不难看不难看 - 就是感觉出来他们有认真在跳 - 可以啦 - 但是他们不是那种在跳舞的人 - 那如果是婚礼的时候 - 请了类似Nakashi这样的伴奏 - 然后去让大家唱歌 - 你们觉得是好的吗 - 我觉得也OK啦 - 可是如果他们为了 - 抢麦克风大打出手 - 那也很好看啊 - 有点太好看了吧 - 会婚礼留下一些记忆点 - 对 - 那亚群的第二首歌是什么 - 对 又换到我了 - 第二首歌选的是 - 杨乃文的Somebody - 可是他也是一首比较舒适的歌 - 你们有听过吗 - 没有 - 因为他 - 有 但比较少 - 就是想找一个人来关心 - 关心我的生命 - 关心我的每一次思绪 - 和每一次呼吸 - 他会专心听我 - 当我有话要说 - 也许我会犯错 - 甚至有点点迷惑 - 他会静静地等候 - 却不会轻易被我的想法左右 - 就这首歌就是在讲他 - 想要找到这样一个Somebody的这首歌 - 然后他多年以来一直留在我的心里 - 就是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都好想起来 - 毕竟乃文现在好像也还没找到 - 对 - 啊你是说乃文现在也还没找到吗 - 乃文现在还没找到 - 我们都一直还在寻找我们的Somebody - 也就是我选的第二首歌 - 也是抒情浪漫路线的 - 知姐的第三首歌是什么 - 我后面的其实比较多 - 不是单首歌 - 因为它的意义是来自于很多首歌租起来 - 就是 - 是一个有故事的感觉吗 - 是播放清单吗 - 因为我的歌单大部分都是 - 是我跟钟玉之间发生过的各种故事组合起来的 - 第三个是Clapton的各种的他的歌 - 之前也应该有跟你们分享过 - 就是我跟钟玉在暧昧的时候 - 我一天会分享一首歌给他 - 然后他也会分享一首歌给我 - 在那一段期间就是我分享蛮多 - 其实他之前没有听过 - 可是他听完之后超级喜欢就是 - 那个Clapton的各种的歌 - 比较后期的歌啊 - 因为他前期就是比较摇滚一点点 - 后期的歌就是 - 他有孩子啊 - 有老婆之后就是比较抒情一点点的 - 在那个婚礼里面放了蛮多首 - 就是我跟他都很喜欢 - 然后都代表这种 - 在这一开始认识的时候 - 互相交换歌的那段小时光 - 确实我可以理解刚刚亚群说 - 就是里面应该会有一些歌 - 是跟两个人之间特别一般的 - 还没遇到就有点不知道会选哪首 - 真是如果还没有遇到 - 就是单纯是非常喜欢这首歌 - 或者是就是喜欢那个歌里面 - 散发出来的氛围 - 所以也没有叫大家准备太多 -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应该是 - 你遇到这个人之后 - 你才会对这首歌有感应 - 或者是因为这个人 - 你才会认识这首歌 - 或者是 - 然后思杰说他 - 就是你刚刚说 - 你可能终于刚认识的时候 - 他是在交往的时候 - 我会每天交换一首歌这个 - 这个我其实后来仔细想想 - 我超危险的耶 - 这样 - 就对我来说是一个超危险的move - 我会超级紧张的 - 哇好棒喔 - 我可能每天选那首歌 - 就是会辗转难免 - 很怕对方不喜欢对不对 - 对 而且因为歌真的透露太多东西了 - 就是你选的歌 - 然后你为什么要选这首歌 - 如果对方一问 - 我就会非常紧张 - 对 我没有办法好好的用一个 - 这首歌就是很好听的 - 我就可能音乐占你的比重 - 比我还要更大一点点 - 有可能 - 太怕对方不喜欢了 - 太怕对方试破一些东西 - 让我想到之前有一个讨论串 - 不是说喜欢男生 - 他说 - 我很喜欢这首歌 - 然后拿出来就一秒冷掉 - 对对 - 那首歌 - 对对 - 对然后 - 亚军反而比较担心的是反过来嘛 - 就是你讲那首歌 - 然后对方不喜欢 - 两边都蛮担心的啊 - 或者听不懂之类的 - 但是我在想可能就是对 - 要讲那些不正确的反对台女来说 - 就是会有一种 - 哈?你喜欢这首歌 - 没关系我来教化你的感觉吧 - 我好像不会觉得我来教化你 - 只会觉得这个直接dance - 这个要看你能不能救啦 - 对 - 没有啦 - 这歌都是就是个人有个人的偏好 - 如果音乐品味真的很不一样 - 亚军是完全没办法接受的吗 - 不一样到一个非常夸张的程度 - 才没办法接受 - 就是它不是五感 - 它是不喜欢你喜欢的音乐 - 这个还好 - 这可能还好 - 因为我喜欢音乐可能也蛮广箭 - 蛮偏门的 - 对 - 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就是 - 比如说他来接我 - 然后我一上车就 - 那我就不行 - 但如果你跟他说不要放这个 - 他就会把它关掉 - 这样OK吗? - 就很明显两个人是不行 - 就是品味不同 - 但是它是可以调试这样 - 哇 但这个到最后可能还会出问题吧 - 就在婚礼上选歌的时候 - 就是可能会 - 这谁要放恋爱MG啊? - 没有他有帮你 - 恋爱MG - 他帮你准备抗噪耳机了 - 就他的歌出现的时候 - 他就会这样 - 你说进场的时候 - 他就递那个耳塞给你 - 好啦 这么爱我 - 我在那里算了啦 - 我因为人家牺牲了 - 我就因为人家付出 - 对啊 - 如果真的牺牲到这里的话 - 我会觉得蛮感动 - 但大部分的情况都不是这样 - 大部分都说 - 正好听欸 - 可是我觉得正好听啊 - 正好听 - 或者是你再放一些歌 - 他就说 - 你会不会不要放那个有点吵 - 你会咬啊 - 其实终于还是会 - 有一些我喜欢的歌他不喜欢了 - 但也就还好啊 - 对啊 - 就是也没捲口味一致吧 - 然后因为我听不太懂古典 - 可是他们家 - 就是他跟他妹妹 - 其实以前都学很久的音乐 - 他妹妹到现在还是 - 就是职业乐团的 - 但古典应该不是那种 - 放了之后会觉得非常干扰的类型 - 就应该还蛮容易你就可以忽略它 - 是不会 - 但因为我听不太懂 - 就可能我没有花太多时间去研究 - 所以就比较无法领略它的美好 - 真的哦 - 音乐是需要听懂的吗 - 就你不会觉得不喜欢 - 就是放古典音乐 - 我就对我来讲没有干扰 - 但是我会 - 比方说我可以讲出来 - 我很喜欢这一首饶舌的什么 - 或这一首摇滚的什么 - 可是我就无法理解说 - 那古典乐我要听什么东西 - 我倒是自己会去 - 会去听古典乐的演出 - 就如果那阵子 - 就可能有朋友邀请 - 或者是那阵子很想要休息一下 - 就会去听一下 - 但是我也都完全能听 - 就是可以说是 - 很想休息一下很棒 - 没有特别觉得说哪边很赞 - 但是会有一些觉得 - 但这样就算是喜欢啦我觉得 - 这样就算是喜欢 - 虽然没有学 - 但是觉得蛮不错的 - 对 - 然后除了刚刚讲的 - 我本人就除了 - 还有养我一辈子以外 - 第三首就前三首都 - 我觉得都算是我没有什么 - 挣扎跟纠结 - 就这三首我都觉得很棒 - 很值得放进婚礼歌单 - 第三首是 - 黄后合唱团的 - 雅群要不要先猜一下我想放什么 - 黄后合唱团的 - 天呐我有一些候选名单 - 是I was born to love you - 没错 - I was born to love you - 因为他也在我的这边 - 很棒 - 没错 - 因为I was born to love you - 对 - 这首歌就是 - 我是生来爱你 - 这样子 - 就是destiny - 而且我觉得配他的 - 那个神仙真的 - 就感觉他真心觉得是这样 - 只是他声音比较大吧 - 跟我一样 - 其实我也觉得 - 这首歌的歌词很有趣 - 因为他唱完I was born to love you - 之后就说 - I was born to take care of you - 对啊好赞哦 - 养我一辈子 - 又回到这一个 - 其实是西洋版的养我一辈子 - 对啊 - 我觉得真的非常棒 - 所以嘉宇的结婚歌曲的 - 清单主题就是养我一辈子 - 就是小贝养 - 对养我一辈子 - 而且还要我死了之后 - 他要跟我一起去 - 很合理啊 - 那个波西米亚狂想曲嘛 - 对然后 - 他是前几年出的 - 皇后唱团的 - 纪录片吧算 - 自传式电影 - 对 - 传记式电影 - 但不是纪录片 - 然后总之就是 - 那部片我应该看了 - 两三次 - 而且是去电影院看的 - 那种程度 - 我真的非常喜欢 - 很赞 - 内部很赞 - 对内部之后我 - 后来还在YouTube上面 - 把他们几个 - 比较重要的创作都有听过 - 就是比较认真的那种 - 然后个人非常喜欢 - 我其实很喜欢 - 很真诚 - 就是怎么讲的 - 词非常直白的歌词 - 歌曲 - 正中直求那种 - 对就是很扯的那种 - 我觉得现在的歌比较没有 - 恋爱NG也是啊 - 对就 - 我就可能更早一点 - 我现在说我还蛮喜欢 - 五月电的 - 请听众 - 我也要说什么 - 我们什么都没说诶 - 听众不要觉得 - 什么意思 - 应该是说 - 我觉得八九零年代 - 就以国语乐坛来说 - 我觉得以前的国语歌 - 也是都很直白 - 直白啊 - 动不动就是爱啊 - 死啊 - 一辈子啊 - 一万年 - 圣圣爱你啊 - 对 - 我要用力呼喚你的名字 - 哈哈哈哈 -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歌 - 好像就比较追求美感啦 - 就比较会用一些象征 - 对或者是叙述的方式 - 比较少这种 - 可能也是直白就被写的差不多了吧 - 对 - 歌词跟旋律都已经被创作到一个程度 - 所以它就是会一个轮回嘛 - 就是一个流动 - 所以你到这边就会开始一些 - 咬文脚子转的脚尖 - 包括曲风也是 - 然后可能再过一段时间 - 又轮回那个比较民谣 - 然后比较直白的那个风 - 所以我们继续等下去 - 就会有这些歌可以听了 - 会得啦 - 会得 - 对 - 可能 - 因为我刚刚你们在讲的时候 - 我就脑中又闪过 - 我也很喜欢那首歌 - 但没有喜欢到想要放进婚礼歌曲里面 - 是一首台语歌 - 我就有点忘记它的歌词 - 但它就是 - 大沙叫 - 就是我觉得真的很赞 - 这首歌我觉得现在已经不会有人唱了 - 我觉得现在就是没有在流行这种 - 真的有点松垢不来的歌词 - 对对对 - 直选 - 直选的爱情 -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种松垢不来的词 - 我想起来 - 我刚刚很认真在沉默一下 - 是很认真在想上听到这首歌 - 是大正跟山东吧 - 在他们的演唱会上唱 - 我觉得超级棒 - 很棒啊 - 这首歌很好听 - 而且你知道就因为另外一场的嘉宾是怡农 - 他们唱古清雅咪咪 - 可是他们真的很棒 - 很棒很棒 - 那好我们再来进亚群的下一首歌 - 我觉得今天好像比较像是 - 我推荐大家婚礼可以放的歌 - 也可以啊 - 因为我下一首是 - 一首也是非常直白的歌 - 因为它就叫做Everything - 是The Black Skirt of Everything - 这一年应该台湾也蛮红的 - 因为它就是一首 - 你把它听完它真的非常浪漫 - 因为你听得懂的部分大概就是英文 - 然后那个英文从头就只有唱 - 当You're my everything - 买 everything - 买 everything - 买 everything - 也是直球戏啊 - 很棒啊 - 然后它就是一首 - 如果你在慢个时间 - 只要有一个很浪漫 - 大家站起来跳舞 - 或者是很浪漫的时间 - 这首歌非常适合 - 她讲了那么多 - 还是没有说要养你 - 这样你可以接受吗 - 嘉宇可能不太行啊 - 我不行啦 - 全部是不够的 - 我刚突然闪过 - 就是我们有一位同事沙利 - 然后她老公有一次就跟她讲说 - 好像是他们两个在聊天的讨论说 - 就是如果有两个人 - 一样爱你 - 但是一个很有钱 - 然后一个很帅 - 然后要选哪一个 - 类似这种的 - 然后她老公就说 - 当然是选有钱的 - 她老公很务实啊 - 对她老公就说 - 当然是选有钱的啊 - 然后就说 - 连钱都不愿意花的话 - 算什么爱 - 之类的 - 之类的 - 就是他会觉得说 - 就是应该是说 - 就是她觉得你长得漂亮 - 谁都会喜欢你 - 但是会不会走到 - 愿意为你花钱那一步 - 就是不知道 - 她就说 - 所以不要太执着于说 - 她很爱你这件事情 - 对 - 钱才是真的 - 我觉得很棒 - 养我一辈子啦 - 工程师的逆袭 - 就是因为他们很相信这件事情 - 我愿意为你花钱 - 这很重要啊 - 或者就是他们很有钱而已 - 对 - 他们有钱而且愿意花 - 我觉得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- 很棒啦 - 再来进世界的下一首歌 - 我的下一首歌是我们退场的时候 - 就是送课啦 - 送宾课的时候 - 我们放了一系列的怀旧动画歌 - 很赞欸 - 那时候叫闪电霹雳车 - 但其实原文叫新世纪GPX - 反正就是一个赛车的 - 反正大概都是我小学到国中 - 然后终于更小一点点的 - 那个时候的超级经典 - 它不见得都有看过 - 新世纪福音战士有播 - 然后钢弹W有播 - 反正就是当时的各种知名 - 就是退场 - 大家不会不想走吗 - 大家不会想要站起来跳舞吗 - 真的还蛮多 - 因为其实大部分在现场 - 其实大家都跟我年代 - 差不了太多 - 所以蛮多首歌出来的时候 - 大家有稍微惊呼一下 - 反正我就想说退场 - 也没有要干嘛 - 就放我小方的歌 - 然后这个其实是 - 比较是我跟我姐姐的回忆 - 就是我姐姐小时候 - 会买木棉花 - 现在这个木棉花还在 - 木棉花的正版的合集 - 动画歌曲合集 - 所以我们家小时候所有的CD - 其实都是动画的歌 - 就我姐小时候非常棒迷恋 - 各种cosplay啊 - 然后动漫的歌曲啊等等 - 所以我就把我小时候 - 跟他一起听的各种歌 - 都放进去这样子 - 放动漫歌曲还蛮赞的 - 就是姑且不论 - 到底有没有考虑到婚礼 - 但是总之就是听到的人 - 会非常开心 - 我觉得 - 这个也是就是 - 因为我朋友那个时候 - 开那个Google表单的时候的 - 一个初衷 - 他就会觉得说 - 他很喜欢音乐 - 然后他也很希望 - 大家可以在他的婚礼 - 感受到音乐带的美好 - 因为我本人 - 在现场听到他 - 因为我投的那首歌 - 有被选上 - 也不是选上 - 因为他就是有放 - 哪一首歌啊 - 我就是选了 - I was born to love you - 对 - 然后我在现场听到的时候 - 真的非常开心 - 就觉得 - 而且那个婚礼 - 应该是我参加过 - 有史以来 - 我觉得数一数二 - 我觉得应该就是第一 - 我最喜欢的一个婚礼 - 他是办在那个岩市牧场 - 岩市牧场很漂亮 - 台中那边吗对不对 - 对 好像是彰化的山上 - 总之就是我是坐高铁到台中 - 然后他们有接过我车 - 把我们接到一个山上 - 而且我突然想起来 - 我们的车在过山沟的时候 - 后轮还掉进水沟里 - 要许 - 就我开开阿伯 - 开开我就 - 到整个人斜了 - 然后总之我们就赶到会场 - 然后我非常喜欢那个会场 - 他是户外我们 - 他的仪式都是在户外举行 - 印象中是他们有一个合作的花艺师 - 好像就是牧场的二代那一类的 - 所以他们的现场运用非常多的花草的装饰 - 非常漂亮 - 就包含每一个人坐在那个户外的拱门之前 - 就大家做很多牌嘛 - 要看他们的整个证婚的仪式 - 对 然后还有包含像是我们用餐的地方 - 长桌上面也都有非常多很漂亮那种餐桌式的 - 花艺的摆设这样 - 超赞的 - 而且结束之后把那些花包到我菜拿不回去 - 大概就是这样成为最喜欢的问题 - 哎有吃有有拿 - 因为那个婚礼我印象比较深刻 - 是有很多的致辞 - 很多人都讲说婚礼就像是一场惩罚 - 他老公直接把这个婚礼 - 弄成一个惩罚 - 他做了一份简报 - 他以一个他在准备 - 就是论文口试的方式做一份简报 - 像是他的观察日记 - 然后种种这样子 - 很可爱啊 - 我觉得对就是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婚礼 - 但是你不会觉得赶着要吃东西 - 就是你会觉得他们的每一个东西 - 没有太夸张 - 因为我也没有很喜欢看到 - 在婚礼上有一些过度的演出 - 就我会觉得太辛苦了 - 因为其实我自己个人对婚礼的期待 - 真的就是说希望可以看到 - 很相爱的一对婢侣 - 然后就是好好的跟大家宣誓 - 就跟大家讲说 - 就是我们要结婚了 - 然后感谢各位 - 他们就说他其实一直都不想要办婚礼 - 可是因为长辈的关系 - 他们最后居然还是办 - 我一直以为他们绝对不会办婚礼 - 可是他们还是办 - 然后他们就说 - 其实最后他们就觉得 - 办婚礼这件事情就是 - 跟所有一路以来都很照顾他们的亲朋好友 - 跟他们讲说很感谢大家 - 让他们两个可以在这边结婚 - 因为他们中间也是 - 也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- 然后其实都有一直 - 就是都偶尔还是会去跟朋友求助嘛 - 然后也不是求助 - 就是可能给你抱怨嘛 - 就是讲一讲 - 大家给你出意见啊 - 各式各样的 - 然后就是说 - 站在这边很不容易 - 然后很感谢大家 - 真的是很感谢大家 - 然后实际上办了之后 - 就会觉得 - 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回忆 - 其实真的 - 我觉得那个办的感觉 - 还是会蛮好的 - 对 然后我 - 那一场婚礼我非常喜欢 - 然后也印象很深刻 - 我觉得但非常扯 - 是他一进场我就哭了 - 哭到也不行 - 就记得到他一进导的哭狂哭 - 蛮夸张他也没有讲话 - 只是穿着新养服我就哭了 - 到现在参加别人的婚礼 - 我还是会哭欸 - 师姐一定的吧 - 对啊 - 就还是 - 如果他真的有 - 好好的弄的话 - 会蛮感动的 - 但有时候有一些太夸张 - 会就会突然变得很抽离 - 我觉得每一个人喜欢的那种 - 婚礼的形式可能 - 就真的蛮不一样 - 很主观 - 就包含像是有些人也 - 没有特别在喜欢婚礼这件事情 - 但我觉得我以前也会觉得说 - 其实不需要婚礼 - 但是是长大之后会觉得说 - 人生中如果可以多一个 - 值得记忆的部分还是不错的 - 但也蛮常听到 - 有人在办婚礼的过程中就分手 - 对啊 - 可是因为真的太巧不容了 - 就可以完全感觉得出来 - 两个人没办法离 - 而且我刚刚在想说 - 现在预定什么婚礼 - 都要等一年 - 是不是那个一年就是一个 - 后悔期 - 缓冲期 - 真的听说有人 - 本来要结婚 - 然后因为延期的关系 - 后来就分手了 - 对啊 - 这个故事就这一两年 - 我好像至少听过两三对了 - 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- 但都会有人讲说 - 欸你知道我那个朋友 - 给大家一些时间 - 什么给我投一个朋友 - 给大家一些时间回想一下 - 没有因为就是隔了一段时间 - 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朋友 - 对我又蛮意外的 - 到第四首歌的时候 - 我就会有一点比较 - 不是非常确定 - 因为就会开始有一些 - 我觉得权重差不多的歌曲 - 陆陆续续冒出头来 - 但是我最后还是下了一个决定 - 觉得也是比较明确 - 应该会想放陈生的 - 总该轮到陈生 - 对 - 我就想说你应该要放陈生才对 - 一定会放一首歌给陈生 - 但是陈生的哪一首呢 - 因为陈生的歌实在太多了 - 因为毕竟他到现在都还写 - 就是创作不错 - 嗯对 - 亚群猜得到吗 - 是风筝吗 - 对 - 就是风筝 - 就是风筝 - 风筝这首歌呢 - 因为陈生他儿子 - 应该是去年 - 还是年初的时候 - 反正就是最近这一年内结婚 - 然后这首歌就是陈生 - 一边唱着风筝一边进场 - 她唱给他儿子的歌 - 哇 - 然后我觉得天哪 - 那个婚礼真的太疯了 - 就是现场真的是重心于极 - 因为爸爸是陈生欸 - 我刚刚想两首一首都风筝一首是 - 我不再让你孤单 - 哦我不会再放任何 - 我不再让你孤单了 - 因为这首歌就是某一个臭渣男唱的歌 - 啊应该来的死 - 哈哈哈哈 - 大家不要相信哦 - 反正因为我觉得那个画面很棒 - 包含像是 - 个人跟风筝也是有一些故事 - 然后再来是陈生拿着麦克风 - 因为他就是很轻松的唱歌 - 他真的就是我来唱一首歌 - 给我儿子吧那种感觉 - 然后就一边很随心的走进来 - 哇陈生真的是好玄妙的感觉 - 现在应该喝了一点酒了 - 简直太爽了 应该很明显 - 而且我记得那个 - 他们那个婚礼现场 - 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- 但我印象中就是有这一段 - 他们就说因为 - 呃陈生也邀请了很多他的明星朋友 - 然后他有跟现场其他宾客说 -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拍照 - 不要打扰到他们 - 但是可以拍肖黄旗 - 因为反正他不知道 - 哈哈哈哈哈哈 - 啊这好陈生在发言哦 - 对但是就觉得 - 欸他说的很有道理 - 好棒 好棒 - 对没关系 - 但你也尽情地拍肖黄旗 - 各种打卡 - 哈哈哈哈 - 哇好可怕 - 真是太可怕了 - 好棒欸 风针选得好 - 因为我觉得他的那个概念 - 蛮不错的 - 就是因为我知道 - 你是个容易担心的小孩子 - 嗯 - 但不论你飞到多远 - 就是你都会记得 - 就是因为我握着那个 - 风针的手把 - 所以你都可以回到我的身边 - 那你有打算一边 - 弄着风针里面进场 - 应该不行 - 那个太低 - 飞不太起来 - 除非真的要办在岩市牧场 - 你去岩市牧场就可以了 - 如果办在岩市牧场倒是可以考虑啦 - 其实蛮棒的 - 大家一起放风针 - 但如果没有风的时候 - 会不会就会很 - 或是下雨 - 或是飞飞它掉下 - 或是线断掉 - 这就是风针就回来了 - 断线的风针 - 断线的风针 - 那我们立刻改放另外一首歌 - 天哪 - 那亚群的下一首歌是什么 - 我在选到最后一首的时候 - 我想说 - 不太知道你跟火尼有没有关 - 但就是跳了几首我很想放的歌 - 然后我就先选了Wonderwall - 然后其实 - 对 其实我觉得它歌词也蛮棒的 - 也是一首应该听了大家都会知道 - 然后就会 - 超红 - 对 就会跟着一起 - 沉浸在那个气氛里面的歌 - 而且其实它最后的歌词那一段 - 我也很喜欢就是 - 你将会是拯救我的那一个人 - 然后就觉得很棒 - 而且这首歌有好多版本可以放 - 好多版本可以放 - 也可以先上唱一下 - 但我好像一直还没有讲 - 就我在准备这一集的时候 - 就有跟他们说 - 我的理想的婚礼应该是 - 大家要忍受我唱歌的婚礼 - 这没有问题 - 我应该会从头唱 - 完全没问题吧 - 对 对 对 - 应该会是这样 - 这很赞 - 我觉得如果每一个人的婚礼 - 就是有他个人独特性 - 就会觉得蛮有吸引力 - 就比起那个包套组合 - 就会觉得 - 就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 - 有一种用心感啦 - 也不是说其他的就不用心 - 但我会希望 - 可以看到他们更好的演出 - 拍什么东西啊 - 哎 我之前有听说 - 好像有一对是朋友的朋友 - 他们说因为新郎跟新娘 - 两个人都非常喜欢相声 - 然后他们在现场 - 表演了一段双口相声 - 对 然后这种我就觉得 - 哇 好怪 可是好赞 - 我也好赞哦 - 有可以跟我讲相声的男朋友 - 对 对 就是觉得非常赞 - 然后甚至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- 就是我想要找另外一半 - 就是想找一个 - 可以帮我捧根的人 - 其实很棒 - 人生中的捧根啊 - 我是认真的对 - 我喜欢的 - 他一边敲注板一边上台 - 我很喜欢的相声人员 - 都是捧根的 - 哀到不行啊 - 真的想要跟他结婚的那一种 - 真的哦 - 你是比较喜欢捧根的那一方啊 - 我很奇怪 - 我在 - 有打茶 - 就我在戏剧或是各种 - 比如偶像团体 - 或是像相声那种 - 我都是喜欢那种比较 - 对大家来说比较次要的角色 - 对 - 比如说喜欢鼓手之类的吗 - 有可能 - 对 鼓手或是贝斯手啊 - 你看对不对啊 - 不OK吧 - 太玩笑了 - 我是说真的 - 对 - 然后偶像团体也会是喜欢 - 就一开始大家觉得长得比较不帅的那一个 - 不知道为什么都是这样 - 天呐我突然想打岔 - 那V6里面你最喜欢哪一个 - 天呐 - V6哦 - 可是你PT应该不知道V6吧 - 完全不知道 - 天呐 - 没关系别 - 还没有到一定要知道不可 - 我现在立刻想到是森田刚啊 - 诶 - 可是森田刚不算是啊 - 它在里面应该算是 - 算大人气 - 比较Santa的那种了 - 不然是谁 - 比较Santa的是谁 - 当然是景之源快艳啊 - 是吧 - 景之源 - 但它在综艺里面存在感太高了 - 只是因为它比较丑而已好不好 - 你们小在那边 - 而且它去外娶得超美的太太 - 我很喜欢景之源快艳 - 像如果是smart的话 - 我就非常喜欢超检刚 - 这个R是不是对超检刚有点过分 - 我本来演技超好的啊 - 超检刚会开心吗 - 开心吧 - 它是演员 - 实力派欸 - 之前还有下一首歌吗 - 因为都已经讲到退场了 - 有 最后一个就是 - 刚刚那个算是 - 大家在陆续合照的那个时候 - 然后这个时候是那个 - 给喜堂 - 就是大家真的离开的时候 - 在拍照的时候吗 - 其实就算差不多的那个时期啊 - 就是最后的最后 - 就是会有一点余音绕梁的部分 - 因为大家已经慢慢走出来 - 已经慢慢走 - 已经有些人已经走 - 我们放了台大笑歌跟晚安曲 - 因为这两首歌都是 - 在关门的时候 - 台大会放台大笑歌 - 台大会放台大笑歌 - 台大会放台大笑歌 - 我完全不知道欸 - 这不是国际歌吗 - 这不是国际歌吗 - 但其实前面差不多 - 我的台大我的国 - 我的妈 - 台大活的妈 - 反正是活动 - 台大活动中心要关门的时候 - 会放台大笑歌 - 所以我们就真的放了感人的歌 - 这真的是一首感人的歌 - 你说的晚安曲是费玉清的对不对 - 对 就是图书馆 - 对 感人的歌 - 全世界的图书馆都是放这首吗 - 还有百货工夫 - 我们也是欸 - 对对对 - 几乎都是放这首歌 - 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取代新的晚安曲 - 有人给他版权费吗 - 呃 - 这我倒是不知道 - 这应该有公播权啦 - 哦 你说当初买的时候就买断了这样 - 应该有要买公播权 - 应该要吧 - 结果后来你这样一讲 - 这什么专业的话题 - 你这样一讲 - 然后结果台大就被追这个 - 准备要从来没有付过公播权的费用 - 全台湾的图书馆跟保课都遭殃啊 - 对 - 反正就是说感人的歌 - 小哥说话了 - 我后来想了非常久 - 就是我的第五首歌 - 虽然五首应该是肯定是一小婚离不够 - 但是因为这次我们就是邀请大家 - 就准备个五首 - 那第五首歌我就非常的犹豫 - 因为有太多 - 到第五名之后真的是有一点谁都可以 - 没有啦不至于 - 但是就是会有很多都会觉得 - 要这个先还是要那个先 - 我都会有一点喜欢 - 但我最后还是决定把第五首歌的名单 - 这个口答留给吴白老师 - 我想也是 - 因为我觉得 - 我本来有想要选 - 合理合理 - 吴白老师跟陈森一样都是 - 生命中重要的男人 - 对所以他们可能不知道 - 我选的那首歌是 - 与你道永久 - 哇 这样是这首 - 对 - 一路上有你 - 因为有了你 - 人生旅程不再冷清 - 对我觉得 - 吴白其实有好多歌可以选 - 对因为他的歌实在是太多了 - 但是 - 就要发射了太空弹 - 诶 这是什么 - 总统会是空袭警报吧 - 这是什么 - 空袭警报 - 其实很赞啊 - 进场的时候放这个 - 超有feu的 - 你放空袭警报 - 然后你进来就撒喜糖 - 你不觉得很赞吗 - 超棒超棒 - 这种我会觉得很棒 - 如果结合得非常好 - 然后我会觉得很赞 - 但我一开始认识这首歌 - 其实是先认识他 - 因为我朋友跟他 - 某一任女朋友 - 就是他女朋友 - 有把这首歌送给他 - 但是他女朋友 - 后来在他当兵的时候 - 就是劈腿 - 适合这首歌的故事 - 然后他那时候非常生气 - 他就觉得说 - 不是你这才十天 - 我都退伍了 - 你再忍一下也不行吗 - 然后我就跟他说 - 他可能已经忍你一年了 - 她已经忍到不行了 - 对啊他就说 - 他说那个时候 - 真的非常绝望 - 绝望到说 - 因为你知道人绝望的时候 - 就会讲出很多 - 你事后觉得很丢脸的话 - 他那时候就是问他说 - 你不是曾经说过 - 要云到永久吗 - 那时候说这些话 - 都不算真的吗 - 你知道大家可以理解 - 就是你相爱的时候 - 对方还质问你的时候 - 你真的是有一种 - 诶 话不是这样说的 - 话不是这样说的 - 她的女朋友那时候 - 就跟他说 - 我那个时候是真的 - 想要运到永久啊 - 以前是以前 - 现在是现在 - 以前是以前啊 - 就当下是真心的啊 - 对 然后他就觉得说 - 啊还有这样子的哦 - 真正是永远爱你哦 - 因为他那时候是真的很生气嘛 - 因为他那时候是真的很生气嘛 - 因为他那时候很绝望 - 就说 哦 是这样啊 - 永久还有那个时候 - 这时候的 - 但总之就是还是分手了 - 然后我还在想这首歌的时候 - 我就觉得 - 因为婚礼这件事情 - 年轻的时候就是 - 真的比较分手技术 - 就有时候你看这些东西 - 就会觉得说 - 现在那么开心 - 谁知道以后会怎样 - 然后包括像 - 我自己参加过的婚礼 - 其实没有到很多 - 但是我觉得应该有差不多 - 超过十分之一的 - 已经离婚了 - 超过十分之一 - 没有很多 - 因为毕竟我才 - 我开始参加婚礼 - 到现在差不多十年 - 然后我应该参加过 - 可能有二十场之类的 - 十几二十场吧 - 已知离婚的应该 - 已经有两对左右 - 对 所以我想说 - 应该差不多十分之一吧 - OK啦 之后还会更多呢 - 对 之后还会更多 - 如果以台湾的离婚率来算的话 - 应该会更多 - 肯定还会更多呢 - 对 因为我以前就是没有办法 - 在婚礼会场就是会 - 有时候会忍不住想到 - 离婚率的事情 - 就会觉得 - 一方面很投入 - 一方面就 - 可是 - 心里也像洗散温暖一样 - 但后来就觉得说 - 你现在当下 - 我去处理那些婚礼的照片好了 - 我是不是也会觉得 - 很痛苦 - 或是觉得 - 干那时候骂骗我 - 之类的 - 但是后来我觉得 - 其实就跟 - 于你道永久的这首歌一样 - 就是无论 - 未来是怎么样 - 或者是婚礼 - 或者是婚姻这件事情都是 - 至少你在那个当下 - 是很认真的想要做这件事情 - 而且是 - 你会希望你可以用 - 未来的人生去贯彻 - 这个意志跟选择 - 我觉得那样子其实 - 或许也就足够了吧 - 只要有那么一瞬间是 - 你真的很想要跟这个人 - 于你道永久的话 - 当然不是只有那一瞬间 - 或许啦 或许 - 对 就是我会觉得说 - 那个是一个 - 一个意志的展现 - 而且说真的 - 人类除了意志以外 - 其实什么也都不存在 - 幸运这种事情 - 也不是你自己 - 想要就能够做到的 - 那一段关系 - 到底会往什么样的地方去走 - 有的时候 - 只有一个人努力不够 - 两个人努力可能也不够 - 如果在那个当下 - 两个人是真的很希望 - 说运到永久 - 而且甚至是说 - 在每一个很艰难的时刻 - 都能够想起来 - 曾经 - 真的曾经两个人 - 很纯真的盼望 - 就是能够让这件事情 - 实现的话 - 或许 - 这件事情就真的可以 - 容易一点点 - 虽然我们都说 - 婚姻是不适合 - 就是早一点分开 - 对彼此都好 - 但是我想 - 大家结婚的时候 - 还是会希望说 - 运到永久这件事情 - 就是是可以在 - 两个人的婚姻里面 - 存续下去的 -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 - 亚群要给大家带来一首歌 - 原来要接到这边吗 - 当然啊 - 因为我已经差不多收尾了 - 这是刚刚讲到的每一首歌 - 我都要唱一遍吗 - 因为今天也没有什么 - 任何好的收音设备 - 然后我也没有打算 - 要让它是很好的收音 - 所以我就是会随便唱一首 - 我昨天写的歌 - 哦 天啊 - 太棒了 - 天啊 而且这是有版权音乐 - 对 因为我就在想 - 我还有一个原因 - 我在想今天唱的歌 - 我们都不能放出来 - 所以我就放一首 - 可以从而放尾 - 然后其实我也不确定 - 它会不会是我的 - 结婚上面会放的歌 - 但如果真的有人喜欢的话 - 送给你也可以 - 真的 - 我真的很少写 - 比较大调 - 然后就比较开心的歌 - 所以它就是一首 - 我觉得在婚礼上可以放的歌 - 哦 好紧张哦 - 这样是听得到吗 - 我愿意去远复 也愿意不再流浪 - 我愿意去远复 也愿意不再流浪 - 以后我能解放 所有自由和疯狂 - 我愿作你的海洋 为你信封有座望 - 只因我知道不一起冒险 - 去不了天堂 - 今天 - 成为你 - 成为你的身体 - 成为你的身体 - 成为你的身体 - 成为你的所有永远将我何次要的光明 - 成为你的空气 - 成为你的记忆 - 成为你的记忆 因為我愛你 直到我忘記 你也想不及 我願意去遠方 也願意不再流浪 只因我知道不一起冒險 去不了天堂 今天我要 我就要 掉 滲透我的身體 滲透我的聲音 滲透我今生的靈魂 是碎片裡的所有風景 滲透我的空氣 滲透我的記憶 滲透我愛你 滲透我 滲透我芋 滲透我冒曉 滲透我掩飾 滲透我 滲透你 我会把歌词 太棒了 好赞哦 我会把歌词 放在我们的IG 或我的IG上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为什么我要写这首歌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 在讲说 我的婚礼要放这首歌 就录到这边为止了 那我们会把 我们今天有提过的 所有的歌曲 还有一些遗珠之汉呢 都编在我们的歌单上面 再请大家聆听一下 然后配这一集 一起录歌的话 我觉得应该效果会更好哦 拜拜 by bwd6